崇祯皇帝殉國自殺之後 只過了幾十天的時間 北京的主人就換到了滿清政府的手上 南明在晚期的時候 結果來幫助南明的 竟然是前流寇跟前倭寇的勢力結合 意思幫明朝廷聚了最後的這一口氣 崇光朝廷 滿朝無物 竟無一人是忠良 歡迎收看今天的互來座談 今天是誰來座談呢 今天又輪到我們的歷史學的時間了 我們來歡迎一下我們的王立本老師 學長好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觀眾聽眾人大家好 現在我們已經時間進程很快 我們已經來到了明朝末年 其實從明朝末年到了清朝之間 事實上還夾著一個 不被正史所承認 但事實上它是曾經存續過的 算是半個帝國就是南明 很多人就在討論 從明朝到南明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南明沒有變南宋 因為我們知道南明其實持續的時間 也有將近20年 可是卻沒有辦法像南宋一樣 一口氣活了一個半世紀 這個就變成一個歷史上的公案 到底從明朝末年過渡到南明 到底發生了什麼故事 就是使得這個明朝沒有辦法變成 這個像是有這個北宋南宋的狀況 當然我們必須講 我們這個系列的主要是針對在 這個社會控制土地制度這一塊 所以我們對一些軍事史 一些流民 他當中有非常多驚心動魄的故事 也許改天我們再來填這個坑 那我們今天就是比較針對 這當中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來做探討 John 南明沒辦法成為南宋 原因何在 其實是一個爭論了大概一兩百年的問題 大概從19世紀 很多人就在研究這個問題 為什麼南宋可以又延續了一百五十幾年 可是南明卻十八九年就結束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客觀先比較一下當時的狀況 其實狀況其實有相當大的類似 這個我們知道北宋是因為靖康之難 驚人攻破了當時的開封 然後攻破了開封之後 歷史上的靖康之難所謂靖康之難就發生 發生之後北宋的首都被攻陷 然後兩個皇帝被俘虜 然後大量的皇族就被抓走 在明朝的狀況也類似 李志成攻破了1644年 農曆3月19號 這個李志成攻破了這個北京城 攻破了北京城之後 其實也沒有多久 大概不到一百天 只有幾十天的時間 多爾魂就帶著滿洲的大軍 又入關 先接收了山海關吳三桂的投降 然後一路長驅直路 在幾場戰役當中就取得了大勝 就攻占了北京 所以也等於是李志成 也只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差距 可以說是崇祯皇帝殉國自殺之後沒有多久 只過了幾十天的時間 這個北京的主人就換到了滿清政府的手上 所以這個狀況是很接近的 都是首都淪陷皇帝蒙城 簡單講都是這樣子 實際上在當時的北京丟掉之後 當時這個明朝各地的大臣就開始在往南撤退 所以當時的一般人的看法 當時大部分明朝的知識分子 或者說這些朝廷的大臣的看法 還是很有信心的 都認為雖然局面不好 但是局面尚未大壞 甚至於當時還有不少明朝的大臣 甚至心裡面還有一點安慰 太好了 這個北方終於的戰爭結束了 長期以來因為北方又有所謂的農民軍起義 就是流寇之亂 又有滿洲人的叩關 所以這個北方的狀況一直很不好 可是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就當時的局勢來講 南明的狀況其實比南宋還要好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在北宋末年的時候 到宋徽宗的時候 當時淮河以南到長江北岸這一帶 還發生過很多次各種的民變民亂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一些損耗的 可是請注意明朝末年的流寇 所謂的農民軍的造反 完全沒有打到長江下游 也就是說帝國最重要的經濟生產地帶 是什麼是完整的 這個說起來也是一個歷史的契機 這個上天其實對南明還算是非常的眷顧 為什麼 因為李志誠跟張憲宗分道揚鑣之後 這個李志誠專注在北方發展 往北京的方向打 那張憲宗帶著他這一支部隊 並沒有往長江流域去發展 他去了哪裡 去了四川 我看這張圖就很清楚 那個大溪政權 就是這個張憲宗所建立的大新政 是在哪裡是在四川 也就是說長江下游 各位可以看 這個南明所統治的部分 整個江淮地區還是非常完整 這個地方沒有受到什麼樣的一個戰亂 也就是說帝國的元氣還在 這個地方是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所以當時甚至有很多官僚鄉生們 他們都認為南宋南明的狀況是很好 最最最起碼跟南宋一樣 再拖個150年沒有問題 偏安在南方 因為當時大家都認為說有這個南宋的歷史的典故 跨江自首無所謂 而且主要也沒有打到這些黃色的區 也就是南明的殘存區 其實是沒有什麼戰亂的 我可不可以這麼說 你注意看 你看兩湖金箱部分還是完整的 對不對 整個江淮地區是完整的 也就是說帝國原先的稅收的 百分之七八十都還在 所以這個地方是沒有問題 再加上我們前面有講過 明朝他本身從明成都之後 他就是一個雙首都的設計 他在南京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體系 如果我們曾經形容過 黃帝就像是晶片對不對 只要黃帝這塊晶片插入到叫南明的電腦裡面 在南京晶片一插入 馬上整個帝國就開始運作 所以是完全是沒有問題 所以當時的官僚群體都很樂觀 認為說南明保得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從先天條件來看是真的好像是沒有問題 可是很不幸的南明卻短短十幾年 就局面就崩壞了 而且崩壞的速度非常快 這麼大一塊江山 這麼大一塊你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就是崇禎剛剛殉國的時候 當時1644年11月 南明政權在南方的一個狀況 你各位看得出來 整個帝國的最重要的地區都還保留著 都還非常的完整 那為什麼南明就這樣子崩潰了 南明有兩個非常大的結構性的原因 結構性的弱點 造成他後來整個政權很快速的崩壞 第一個結構性的弱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皇位的繼承問題 皇統問題 這個問題是個大問題 我們曉得一件事就是沒有錯 靖康之難的時候 北宋朝廷是當時整個皇族 可以說是被女真人一網打盡了 全部抓走了 各位一網打盡 包括徽青二弟 還有他們的後宮嘉莉 另外還有他們的皇子皇孫 總共我記得三千多元 三四千人全部被抓走了 這宋徽青只有一個兒子 本來是要到前線區議和的 結果就驚人翻臉了 這個議和也不用 他曾經一度被抓了 後來趁亂逃出 然後非常幸運的 非常僥倖的往南邊走 然後到南方 然後重新 就我們知道了 這個南宋的紹興皇帝 就是宋高宗 這個我們這樣聽起來是很悲慘的事情 因為他家人都被抓光了 對不對 但是對南宋來講卻很幸運 因為從此 因為他到了南方之後 他就是一個無可爭論的皇位繼承人 他連兄弟都不在 對 他是宋徽中的親生兒子 他又是宋徽中的親弟弟 對不對 然後開封逃下來的很多官員都可以作證 這個人就是康王照購 所以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所以他們就集會 所以南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領導中心 當時在宗職 在這些人的支持之下 南方這些將領的支持之下 另外地主相生 像秦快這些人的支持之下 這個叫做黃淺善等等這些人 很快的一個新的領導中心就出現 可是南民沒有這個條件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明師宗 崇禎皇帝 他所有的小孩 在李志成攻陷北京 沒有任何一個逃出北京 各位 這就非常的麻煩了 因為南民很快就要面對一個問題 那誰來繼承皇位 這很重要 誰來繼承皇位 當時被認為說 最有繼承皇位資格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明福王 朱由宗 朱由崇 這個就是所謂的宏光帝 另外還有一個是明鹿王 三連水一個鹿王 明鹿王 因為如果以血緣來算的話 朱由崇是福王的兒子 那福王是誰 福王是宋神宗的赤子 所以以輩分來看 他是崇禎皇帝的堂弟 所以以血緣輩分來看 他棋位是 是正當性是最高的 朱長方相對而言 血緣就比較遠 朱長方我記得 他血緣要追到明世中 家境那一概念 我們這裡有個世系圖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他的 他血緣比較遠 但是據說在東南地區的 朱王當中 以鹿王最顯 這個陸王據說 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而且生活樸實簡單 而且沒有任何的壞習慣 所以這馬上就引起了明朝的黨政 就是到底要立誰 當年明朝有一個歷史上 國本之爭 什麼是國本之爭呢 就是當年這一位福王 朱由崇的父親 老福王 曾經差一點點 落底成功 萬利皇帝 明神宗本來要立老福王為 有意立老福王為太子的 最後在朝中大臣的反對之下 有人認為這也是造成 明神宗萬利皇帝 戴政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他的皇權被官僚群體的 所謂的項權給抑制住了 所以他非常神奇 乾脆就用戴政來做一個無言的抗議 所以當時以東陵為首的 東陵其實講白了 就是長江下游地區的官僚士生集團 他們就非常反對 當時無謀即位 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 石科法先生 這一位明朝末年 南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大臣 石科法先生覺得是馬士英說什麼 福王有欺不可立 說他的貪、贏、酗酒、不孝、虐下、無知、鑽恨 反正所有一切你想到最壞的習慣 他通通都有 但實際上我們這個 到底他是不是這樣 這還是需要討論的 反正總之就是東陵擔心這位小福王 要是有一天即位 那有可能一方面他們會失事 二方面有可能會清算 算過去他爸那一代的老丈 但是這很不幸的 你也可以講 這個歷史也可能結果論 你也可以說不幸的 最後福王還是幾位成功 原因是因為當時擁立他的 馬士英跟阮大臣這兩位 馬士英跟阮大臣 他們倆就是很典型的反東陵 所以講到這邊 各位應該可以議會出一件事 就是明朝最後 晚禁這六七十年的黨征 真的是完全毀滅的明朝 可以這樣講 這個馬士英跟阮大臣 這個阮大臣是河北直立人 那馬士英是貴州人 他們兩個人過去是支持太監魏忠賢的 講白的就是所謂燕黨的後人 燕黨不是太監 我們以前有講過 燕黨就是跟太監跟魏忠賢比較好的一群 依附太監的人叫燕黨 太監本身叫燕壞 燕壞 對 這些人過去在東陵當家的時候 就是從爭吵的時候被排斥 那他們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說 這些人他們在省籍上面 在出身上面 完全都跟這些長江下游的地主 鄉森集團東陵這些人 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可以這樣講 所以他們被排擠 但他們這一次抓住的機會 他們很成功的得到 當時在江淮地區聚首的四個將領 什麼黃德公等人 四個重要高地黃德公等人的支持 得到這些將領的支持 簡單說他們抓到了軍權 所以在這些將領的支持之下 馬士銀跟阮大臣 很成功就擁立了福王 在南京即位 所以就等於確立了這個朝廷 但是福王這個人 始終他在位一年多 始終爭議爭論不斷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原因是 南明這個朝廷 整個18年 可以除了在最後的六七年之外 始終內戰不斷 等到這個洪光潮崩潰之後 南明基本上就分成三大系統 魯王系 唐王系跟貴王系 各有不同的官僚體系在支持 就幾乎是這一些 比如說在浙江的魯王 在福建的唐王 在廣東的貴王 他們彼此之間 這三個系統彼此之間 不但不互相合作 而且還互相攻伐 所以幾乎南明的力量 完全都消耗在內戰之中 這個情況在南宋 是完全沒有的 你看南宋的時候 這個江南的地主相生的代表 像這個勤快 無論如何 不管他的主張是什麼 他還是忠於送高中的 這個岳飛 韓世忠 劉奇 張俊這一些 北方軍人也一樣 無論他們跟南方的這些地主相生階級 有什麼樣的一個爭奪 他們永遠不敢對送高中不忠 就這個關鍵就像岳飛會被造回一樣 當時岳飛其實降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你根本他不理這個軍命 老實講以當時的狀況 他甚至兩朝都是自仇 根本就可以算是半獨立的狀態了 但是他還是回去了 因為這個忠誠 所以宋高中 當然宋高中也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回顧起來 宋高中是一個非常高明的皇帝 他一手拿江南地主相生的錢 給這些北方軍人去打仗 保住我的半壁江山 另外一手他又用這些地主相生的力量 去壓制這些北方軍人 當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你願意聽話 我就解除你的兵權 然後加官進訣 不願意聽話的話 就殺掉一個岳飛給所有人 可以說殺雞儆猴 給所有人做一個警惕 所以南明最後就完完全全 毀在內耗當中 各個系統非常諷刺 南明什麼時候才開始有了戰爭的高潮 是要到貴王的晚期 南明就最後七八年的時間 不過你看這是多諷刺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魯王系統跟唐王系統 在內戰以及滿清政府的雙重打擊之下毀滅了 都毀滅了 終於只剩下一個貴王了 沒有王可以擁立了 沒有更輕的王可以擁立了 終於是這樣 明朝的不成文規定是一字王壓過二字王 二字王壓過三字王 就是只有一個字的王是身份最高 我們剛剛講什麼福王、貴王、韓王 比如說在次一級的二字王 比如說跟著鄭成功來台灣的明寧靖王、如錫王 這些都算是二字王 這些在血緣上在中法備份上 就比一字王要低 一字王在南方剩下一個代表 就只有貴王了 所以最後貴王在廣東 還跟清朝好好打了一段時間 曾經一度還恢復了半壁江山 但是最後還是毀滅了 因為很多元兵 所以南明他有這兩個沒有辦法克服的一個 結構性的弱點 導致他的力量毀於內耗 最後他沒有辦法實現像南宋一樣 可以偏安150年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我幫學長做一些補充 其實當時的兩個系統 所以剛才我們有講到 其實就是郡王 兩字王就被稱為郡王 那一字王就是真正的凡王 凡王是比郡王大沒有錯 但是這個凡王也有親疏之別 就譬如說為什麼當時 各支之間沒辦法協調呢 因為魯王朱以海他一直想要就是 老實講他也想當皇帝 但他一直以堅國的身份在舟山群島 也就是在今天這個浙江外海 這個舟山這個地方在活動 為什麼呢 一方面當然力量比較小 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已經是朱元璋時候的 這樣子一個直系這樣傳下來的 你看他是十王 朱元璋第十子魯王 我們可以看這個世紀朱潭的後代 那像唐王是朱晉的後代 他就是第23次很遠 那我們要知道明朝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還有兩祖啊 他除了太祖朱元璋有陳祖租帝 那為什麼陳祖 陳祖是在明世中的時候封的 本來他叫明太宗變成祖 其實有一個關鍵就是他們是正統 因為事實上是陳祖奪了人家的底 朱帝去奪了朱標這一系 也就是建文帝的爸爸 朱標元太子這一系的底 奪了底之後他變成祖 所以他們變成說對於這一些 非朱帝的直系後代 其實是蠻有防備性的 而且這個在整個禮法裡面 你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就會有這種很強大的爭執 可是明朝又有另外一個 很奇怪的狀況 這我們之前也有談過 就明朝的皇子教育實際是很差 非常糟糕 那我覺得糟糕有一些基本原因 一個就是皇帝也不想你太好 反正你糟糕就糟糕吧 你就不會威脅到 畢竟明朝初你就發生禁案 而且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 就是龐系 蕃王造反成功 對 就俗奪職位唯一成功的 其他的什麼俗階職位 其實這不是沒有發生過 我們之前講唐朝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他們印象 武裝奪權是由他成功的 真的 當時是雍立上來的 比如說我們上次講宣宗 宣宗是小太宗 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可以說他加七十幾 對不對 他也是俗階職嘛 所以這就變成明朝 我認為是皇帝裡面的心病 所以明朝不僅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皇子教育很差 這個所謂的皇族關係也很差勁 因為基本上不入朝 我們稍微講一下宏光皇帝 明福王 其實福王是整個南明時代的一個關鍵 如果宏光皇帝在南京的朝廷能夠穩住 他能夠很有效整合各方的力量 我告訴各位當時在南方 就在江淮以南 效忠 一開始的時候效忠這個明朝 宏光朝廷的部隊有多少 四十萬大軍 滿洲陸關有多少人各位知道嗎 滿洲巴西大軍只有六萬多 然後李志成被擊潰了對不對 張憲宗在四川 所以當時整個江淮地區沒有牆底 如果宏光朝廷能夠在南京 立文腳跟的話 偏安150年絕對是有可能的 可是很不幸 就是我們剛講他這些內在性的弱點 另外這宏光皇帝在歷史上也是 其實很受爭議的一個人 這個根據親史的記載 宏光就是一個沉溺於女色 萬事莫如悲在首 人生幾何月當頭 據說是他的詩 然後說他即位之後沒有多久 就在這個金陵城內 就在南京內 這個大肆搜刮未結婚的少女 來充實他的後供 甚至當時這個有筆記記載 他曾經一個晚上虐死兩名少女 說他是個非常酒色荒淫的這樣一個皇帝 很殘暴的一個人 但是實際上也有許多人在幫他說話 各位知道嗎 譬如說當時這個南京 後來南京這個宏光朝廷瓦解之後 有一個曾經擔任過宏光朝的一個 幾世宗叫李清 慕子李清就是清明節的清 李清 後來他一直活到了清代 他寫了三本書 一個叫三元筆記 元就是一個土字編的元 三元筆記 另外還寫了一本書叫南渡錄 另外他寫了一個類似像回憶錄一樣 叫假生日記 他就是在幫宏光講話 他認為他說宏光其實是一個非常寬大的人 其實我告訴各位 我們以一個史學家後世的角度來看 他講的不是沒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宏光他即位之後 他完完全全沒有清算東領黨 這不簡單 東領黨是非常的反對他 而且把他講的非常的難聽 可是他完全沒有清算東領黨 東領黨重要的人像史可法 像張聖言這些人 他還是用史可法兵部尚書 內閣大學士 這個雖然不是內閣首輔 但在內閣裡面 他給第二第三這樣的一個位置 不能說沒有重用他 另外還有一點是 當時他即位之後他想做一件史宏光 就幫自己的老爸福王平反 所以當時 阮大臣馬士英這些人拍他馬屁 就寫了一本書叫做三朝要點 這本書到現在我們還是找 這要點在講什麼 就是講從光宗 西宗到崇禎 就到思宗 這三朝當時明朝發生的事情 主要就是在講過去的人 對東領黨的人 對他的父親就是老福王 另外還有他的算是祖母 這個鄭貴妃的各種的污衊 說他們做了多少多少的壞事 等等 說他們如何的混亂朝鋼等等 結果這本書寫好之後 福王看的時候覺得非常的滿意 當時這個馬士英跟阮大臣就告訴福王 說那我們就要清算了 就要把這些東領敗類的 東領余孽 替王打盡 余孽 各位知道洪光講什麼 洪光說這本書列入國史館 作為證實 然後沒有清算任何一個人 當時的人講的 他說若非今上寬人 否則必行大獄 你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洪光他嚴格講起來 他不是一個好殺的人 而且看得出來 他試圖在東領跟非東領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他試圖在做這件事 但是洪光也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導致他做不到這些事情 除了第一個就是 沒有任何人 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很多人質疑洪光的身份 因為他在南京即位 沒有任何人可以證明 他就是小福王 如果當時一片戰亂 一片混亂 他手上拿著福王的印信 拿他家的一些東西 然後說他是福王 大家也就說那你就是福王 但是沒有任何人可以證明他是福王 當年宋高中逃到南方去 還有很多從勘封逃出來的大臣 可以證明這個就是勘王 現在那時候沒有檔案照片 沒有辦法證明他就是福王 而且他在外面流浪了兩年多 快三年 因為當年李智誠他們曾經攻破 攻下開封 對開封 就是把他爸的府地給攻破 那後來他們全家就流散 他們當時還醉沉而出 弄了一個小繩子跑出去 但是他爸被抓到 很僥倖逃走 但他逃走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他還有一個弱點 什麼弱點呢 他的教育程度 剛主持人說他的教育程度太差 據說他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 再加上他流浪這兩三年 顛沛流離 他更不可能讀什麼書 所以他在南京即位之後 嚴格講起來他不是文盲 看得出來他還是看得懂奏章 但是他沒有辦法處理國政 他的文筆太差 導致他什麼事情都要依靠 阮大臣跟馬士尹 所以他就不可能做到 所謂在明朝在南方中心的 所以講起來 其實他是一個悲劇人物 坦白說 沒有人能證明他是福王 但是也沒有人能說他不是福王 這就常常歷史在講的 那這不能濫用默證 但是你不能否定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他不是 而且他手上的硬性文件都有 講起來也是個悲劇人物 他是不是 剛才其實學長提到說 他要求要對他父親進行頻繁 因為我們知道 事實上在東領黨的紀錄裡面 老福王就是他的爸爸 就是非常的各種負面 連身材都拿來取笑人家 當然他肥胖這個是有記載的 刷象豬 對 刷象豬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兒子 他會想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你也可以反向說 那他是為了要鞏固他的網位 可是如果說他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那他要去陳述這些故事 我想也不是那麼容易 當然他被質疑 其實還不只這件事 他說他事實上在南京朝臉 發生的故事那可精彩 還有真假太子案 這個名師中的太子 崇禎帝的太子 據說用走的 走到了南京城 然後跟大家說 我才是太子 然後這個驚動 為什麼 因為太子如果我在的話 那就會發生一個大問題 誰來當皇帝 然後有老太監一看到他 馬上痛哭流涕說 是就是他 結果搞了半天 驗了半天又發現 好像不是他 到底是不是 其實這都是整個 明朝黨征延續下來的問題 大家都不喜歡福王這一支 所以立他就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懷河北岸的四個將領 擁護他對不對 但是四個人後來反而投降了 像滿清投降了 這就造成福王朝廷崩潰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說南民 也可以說是運氣不好 沒有像南宋一樣 很快就能夠在南方建立一個領導中心 所以這是很不幸的 事實上我們剛才去把南民一些 這故事做了一些整理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精彩的故事 如果這樣整理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講一下 比如說大家都很耳熟能詳的 李志成攻陷了北京之後 事實上崇禎是因為他喪吊自殺的 可是明朝很多人都說 明朝不是亡在清朝手裡嗎 其實不是 其實跟這個女人很有關係 陳元遠這很有名 衝冠一怒魏弘眼 就是主角陳元遠 他是明末山海關的首將 也就是山海關 天下第一關 山海關 他的位置就在今天渤海策這裡 他基本是惡控了從遼東到華北走廊 當時陳元遠他的愛情還在北京城裡面 結果被了李志成的部下給調戲了 本來應該去招安的 去招安在山海關的吳三桂 幫他守住城門 結果沒想到 這個竟然發生這種事 結果吳三桂一怒之下 就開城投降了 所以就導致了南民後來很快速的 我們就看到這張圖 為什麼清朝已經打到這裡了 這個大順其實就是 李志成的政權的名稱 學長其實這也是一個關鍵 就是大順也崩潰的太快了 就是本來其實南民跟大順 可能中間 就清朝進來之後 南民跟大順中間 應該說南民跟清朝中間 還有一個大順王朝 一下就垮了 被吳三桂這樣一衝就倒了 我這樣說 其實有一個問題 可以一連串這樣來看 我們就要問一件事 你看明朝最後兩支 效忠明朝的大的軍團崩潰 一個是在崇禎十四年 在河南 孫船亭戰時 所以明史有一句話叫 船亭族明王 就是孫船亭崩潰 就代表李志成獲勝了 各位請注意 這個時間是崇禎十四年 距離達到北京執行城 還有兩年多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崇禎十五年的冬天 紅城仇所算領的一支兵團 十三萬人在松山 在今天的遼寧跟河北交界的松山 這邊全軍覆沒 為了皇太極打的全軍覆沒 紫禁城北京的淪陷是 崇禎十七年的農曆三月 也就是說這兩支兵團覆沒之後 崇禎皇帝大概還有兩年多的時間在北京 那我們就要問他為什麼不跑 是不是很奇怪 愧對祖宗不敢跑 第一個他為什麼不跑 第二個你為什麼不把你的孩子送出去 局勢這麼危險 請注意李志成打下河南之後 還花了兩年多才攻下北京 所以他要跑時間是夠的 甚至當時已經有人幫崇禎規劃逃跑路線了 知道嗎 就跟崇禎講 你就講你要去氣口 然後你先到山東去 各位看這個地圖就知道先到山東 然後到山東之後 然後piu一下到那個山東省的運河的重要的口岸 叫做林夷 到了林夷之後 然後你再坐著船一下子到了徐州 那個速度很快幾天之內就可以搞定 到了徐州之後皇上你可以做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你說你要巡視南方 你可以留在南方 第二個是你可以把你的一個孩子 最好是皇太子送到南京去堅果 然後你回北方繼續作證 以備不時之需 說一旦如果北方完蛋了 我南方馬上就我剛講的晶片就立刻指路 南方的政府又可以立刻運作 可是崇禎do nothing 什麼也沒有做 所以這個就讓人很妙 最後李志成攻破北京 李志成攻破北京 那個他的太太周皇后 周皇后是非常賢惠的女人 她不但長得漂亮 而且她作為一個皇后 她自己縫衣服 自己帶小孩 這麼賢惠的一個女人 這周皇后在自殺之前跟那個崇禎講 說皇上你就是不聽我的 你都忘記了我們在南京還有一個家 你看連周皇后都知道這是一個重大失誤 對不對 崇禎旗然什麼都沒做 所以各位很多人很同情崇禎皇帝 崇禎最後有勇氣自殺殉國 這個我們還是敬佩她了 可是崇禎皇帝最後這兩三年 實在是昏招連連 她要付很大增 當年唐玄宗 當年長安被攻陷 唐玄宗的太子 還可以在05級位對不對 還留下類似的例子非常的多 剛剛前面講那個北宋 康王趙勾又是一個例子 他竟然什麼都沒做 明朝版夜明生嗎 不戰不走不祥不走 有人就分析這可能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崇禎他當時已經慌了手腳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他認為山海關還有吳三桂的一支兵團戰 局勢尚未完全絕望 可以這樣講 等於是他誤判情勢 他始終把當時的女真人 就滿洲當成最主要的敵人 可是其實他最大的麻煩 可能會是來自於 他自己境內 就是明朝內部的這個 劉寇的一段的 金吞禪食他的各種周線 對沒錯 所以這個是問題 所以崇禎對明朝的最後的覆滅 還是要有很大的 再加上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南方南明朝廷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理解 我們回顧這關歷史 我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顧炎武在清初的時候 顧炎武在他的著作裡面 不斷的講我朝時不該往 就是我明朝王國王的好冤枉 明朝本來整個設計是萬無一失的 對不對 怎麼會王國 但我想回答顧老先生的答案就是 很不幸的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是崇禎 如果是別人 恐怕明朝還有一點機會 至少可能會留個慘種 不過我們這樣講 有人就說你這個是崇禎黑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像黃中熙另外一個很有名 跟顧炎武並列的明初三先生 他就提到軍相不和 才是大明滅亡的其中一個主因 他講有名之無善智 智高皇帝被成降使 其實黃中熙意思就是說 明朝毀掉明朝就是黨征 那黨征的一個根本原因 就是我們這幾集一再再講的 長江中下游的官僚集團的群體意思 而這裡面他們的根基 又是在於他們掌握了土地 掌握了國家的財富 另外還壟斷了知識跟考試的部分 這是整個明朝貫穿200多年 他為什麼稅制不上軌道 他要不斷的做改革 那明朝的政府一直想要把整個 統治的實力 滲透到中國基層社會去 卻一直都做不到 這都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貫穿整個明朝200多年 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是其實明朝在滅亡的 當然他在最後的時刻 永利帝的時候 他還是有些小高光 比如說而且是有點諷刺 比如說在陸地上 作戰最強大的是李定國 這李定國事實上他是流寇的將領 這個實在是 這實在很尷尬 其實到了貴王後期 明朝又有了一番回光返躁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他的幾個系統 這個唐王系統 魯王系統 差不多都被消滅了 到了貴王在廣東 反而定於一尊了 二方面是 當時在四川的 這個張憲宗的勢力雖然被消滅 但他殘餘隊相當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位 李定國將軍 李定國後來到了 他投校貴王朝廷 還被貴王封為王 他跟鄭成功一樣被封為王 另外還結合了其他的地方反抗勢力 像是河騰礁 金森源 另外在海上還有鄭成功的海上勢力 在東南沿海帶呼應 所以當時整個南明朝廷 大概還有十幾二十萬的軍隊 而且海陸軍都有 所以算起來是很 一時之間忠心有望 忠心有望 真的請記住 你可以說諷刺也對 這個時候在大陸上 反而是抗清 實力最強的是 前流寇的殘餘部隊 就是我們剛剛講 李定國 據說李定國 還是張憲宗的楊子 據說 還有四代 還是張憲宗 這個效果散佔 這個也是個起男子 很奇特的人 所以就說南明在晚期的時候 定於一尊 結果來幫助南明的 既然是前流寇跟前倭寇的勢力結合 因為鄭成功鄭家 鄭家其實是倭寇 對 因為倭寇真正的組成是漢人 漢人大概在七八成 這少也有六七成 所以就很好笑 就是流寇加倭寇竟然 意識幫明朝廷續命的 最後的這一口氣 這邊又反映一件事 所以在歷史上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討論到現在 整個明朝講了相當久 討論到現在 我們就可以去回想一下 以東陵為首的這些官僚士生 到底在明朝裡面發揮的是 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沒有錯他們支撐著整個朝廷 沒有錯 但是因為他們的一種階級性 一種排他性 也造成整個朝廷的問題 其實這些人始終是看不起 完全看不起像李定國啦 或者是鄭成功的父親鄭之龍啦 或是我們剛剛前面講 像馬勢英軟大臣這些 非長江下游地區出生的人 完全是看不起他們的 然後這也是這種矛盾 始終存在在整個明朝 兩百多年的歷史當中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上一次所討論到 那個土地制度問題的延伸嘛 因為當你的這個 為什麼在長江下游這一些人 他這裡的這一些世家大族 其實也不能算世家大族 就是氏族子弟們 他們這些士生們 他們對自己的地域性 驕傲性會比較強 其實有一個原因 因為這裡的土地非常發達 餘力富力非常的繁華 我們常講晚民很熱鬧 所謂資本主義之萌芽 始於晚民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地區嘛 這個地區高度的開發 所謂的水田連末 而且它的生產力極強 供應的全國 對然後供應的全國大量的賦稅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造成了一個 我們就從一個社會經濟的角度 可以去詮釋當時人 他就覺得是守善之區嘛 就像我們台灣很常開一個玩笑 說天龍人 或者說像大陸很常開上海的玩笑 他們就是明朝的天龍人 對對對 那大陸要開上海的玩笑叫魔都人 這是其實類似的概念 因為一個地區很富庶 很有錢 其實他們就講 講藍聽叫自民清港 講好聽叫做自信不凡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那事實上可以理解 那他就是一種生產力差異 所造成的一種全國的不平均性 那另外就是因為真的很有錢 所以家家戶戶不再是想盡辦法 擠一個孩子去讀書 可能就是人人都能上都能上個學 對他們家你看那些官僚生 就是東林那些人 往往他們整個家族都很多禁食 出很多的禁食 對 所以這種群體意識就會形成 其實這也是整個明朝的一個大問題 後來其實這個延貫到後來到了清代 甚至到了民國 都還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這種地域差距之下 造成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 在許多不同層面呈現出來的一個面貌 始終都還是存在的 對 但是這就是很歷史的諷刺 就剛才講到 到了這邊 其實到了這邊我們也可以問 明朝到底該不該亡 對不對 最後靠倭康跟流寇續命 我就在想 到底永利帝心裡面不知道是怎麼去 孤狼這個事件 永利帝其實真的最後是蠻慘的 這是很慘 據說是永利帝的與命殉國處 這個是後來到了民國初年 蔡厄將軍他在早上 對他所立的一個碑 就是永利 這個到現在還存在 就是變成一個光況的一聲 那其實我們最後做一個通盤檢討 學長我最後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難民如果從 除了我們剛才講黨徵 還有這個繼承問題等等的 還有這個豬將不合 這個統合不合 如果從土地社會的層次去看待 我們剛才有提到一部分 你可以幫我們做個結論 簡單說南米本來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 他一開始的條件還很好 就是他完全是有可能 在江南的領土之上建立一個 這個偏安的朝廷 因為他當時整個明朝的局勢 其實是比北宋末年 當時宋朝所面的狀況還要好的 但是但是也很可惜了 我們看這個就是在宏光這一年多的時間 當時文人的筆記作品 可以看出還是一個歌舞生平的一個社會 什麼柳儒寺茂蒂江對不對 這些詩人文人默客與 這些輕柔名記之間的 吃醜硬打都還是非常的清楚 另外還有一些什麼桃花扇這些作品 都在講這段時間的種種的這些故事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說南宋後南能夠在江南能夠立文腳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除了他有一個領導中心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什麼關鍵呢 就是韓世忠岳飛這些將領 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如果南明在宏光朝 要能夠在江南立文腳跟的話 條件他有了 有了社會經濟的基礎 但是有沒有軍事上的勝利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疑問 我們看後來那個多爾滾跟多多的軍隊 開始南下到蘇北的時候 在淮河南北聚首的所謂的四大將 什麼黃德宮高地 劉良佐這些人四大將 有多少部隊各位知道嗎 有二三十萬的部隊 幾乎沒有什麼打 就像滿清投降 整個淮河南北的防線 雖然這個史可法坐鎮揚州對不對 坐鎮揚州加以指揮 以兵部上書大學士之尊 坐鎮揚州 照道理講這個仗應該是有得打的 可是這四個人跟東陵不合 那這四個人是馬士英跟阮大臣扶植起來的 那馬士英跟阮大臣又在南京朝廷面 天天想把史可法幹掉 想把這些東陵的人幹掉 所以就形成一個連環套 你害我我害你 整個朝廷內部變成一個 一個相殺相害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導致他這個整個力量就發揮不出來 是等到滿清的軍隊一到了淮北 市政的這個明朝的守軍就大量的投降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整個軍事就崩潰了 就完全崩潰 即使是南明朝廷克服了我們剛剛講以上的這一些 就是宏光帝的這一些弱點 他能不能守得住南方 建立一個偏安的局面 恐怕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這個後來有感嘆嘛 這個就說宏光朝廷滿朝文武 進無一人士忠良 就沒有一個人是要替朝廷敬忠的 但我們必須說其實這是一連串 整個明朝積累下來的 包括剛剛提到黃中興所說的 這高皇帝史就已經軍臣就已經不合了 那再來就是包括整個土地的發展 其實整個朝廷 他對於整個社會的掌控是完全就是脫節的 所以當你一個脫節 然後你又沒有一個正當性的時候 你在南明的腳跟其實是站不穩的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都討論過 我們如果從一個比較社會土地的層次 去看待的時候 你又掌握不了 那你既然掌握不了 你又沒有打一個大勝仗 你沒有一個希望 那很快很快你這個朝廷的立足性 正當性 他的士氣都是完全不蠢的 所以這些南方的這些將領 反正我換一個組織而已啊 沒差多少的概念 不過我這邊補充一點 也有史學家認為 研究南明史的認為 還是有一點遺憾 就是說如果南明這個朝代保住了 在南端 因為我們知道這時候已經是17世紀 對不對 接下來之後歐洲的海上力量 會不斷的向東方這邊過來 那相對這邊的商人 地主相生商人 以及手工業者 相對而言他們的思想比較開通 他們眼光比較能夠往海外看 比起滿清朝廷 比較不會那麼樣的保守 有沒有可能這一個南方立足的朝廷 在過去資本主義萌芽的土壤之上 跟世界做進一步的結合 進而使得中國歷史走出另外一條路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啦 切骨子 但我們後面會看到 重新在北京建立這個滿清朝廷 的確相對而言作風是比較保守的 的確是這樣 這就是歷史有趣的製作 我們沒辦法假設 但是卻流於後人無窮性的講項 對無限的瑕疵 對但是這個不是史學家該做的事情 我們該做的事情是把脈絡解析給大家聽 至於想像就交給小說家去做 穿越的小說 沒有錯 我們今天互來做團誰來做團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 我們今天還是要再一次謝謝我們的王立本老師 謝謝學長 好謝謝各位 這一期還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支持我們的話 一定要加入我們的會員 對我們來講是最重要 另外也可以透過 我們現在也開通了像支付寶 綠界PayPal都可以來贊助 如果說上面QR Code少不清楚 下面都有連結 你可以點進去 更讓你更方便 最後別忘了給我們加油打氣 按讚訂閱分享 都不要少了 那我們就下一期互來做團 時內做團 再相見了 拜拜 無論如何吧 好zan的 在座椅上 可以快吃 敲得 在座椅上 水 在座椅上